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做王一博妈粉会有多操心 羽绒服下配短袖 背着的书包太沉重 王一博的粉丝群体构成一定是内于艺人之中最复杂的 他有坚定的女友粉 妈粉 哥哥粉 姐姐粉 也有其他人不会有的妈粉女友粉随时换皮的粉丝 遇到爱气十足的王一博时 除了年纪正儿八经可以做王一博妈妈的粉丝之外 不少曾经嘴里喊着他儿子的妈粉们就开始嗨 老公了 而同样的 遇到可可爱爱 还很顽皮的王一博时 那群意志不坚定的粉丝们就又重新穿起来妈皮 在他们眼中 看王一博就跟看自己儿子一样 虽然很有可能他们二八年华 怎么看怎么可爱 自从街舞总决赛结束后 王一博就没有正儿八经的出现在大家面前了 虽然为官方献歌演唱追光的人 但毕竟本人没有出现 只有舞台帅照 谁能想到大家再一次看到王一博是在战姐们的摄像头下呢 从北京飞往上海的路程之中 王一博一出现就是黑色羽绒服 背着自己最爱的背包 背包还挺沉的 一看就压得很多 等到了安检处 背包拿走检查之后 王一博脱掉身上的羽绒服 里面居然是一件白色T恤 也许是背沉重的背包压肋了 在浑身都轻松了之后 王一博还 耸了耸肩 拉拉拉筋 看到这样的王一博 真的不由的那群粉丝直接化身成妈粉 毕竟光从背影来看 王一博的一举一动都显得好乖啊 先是一出现时就把自己包裹得像个浮娃 走在防寒抗洞的第一线 不用粉丝们担心 就可以把自己照顾得很好 结果这个臭小子衣服一脱 里面穿的居然是一件短袖 虽然从科学的角度来说 羽绒服底下穿短袖的确可以做到最大程度的保暖 但在妈粉眼中 这穿的确实是孩子气了 大背包把他压得有些累 以至于在脱手之后 他还松了松劲 这跟背着书包去上学 结果被学校里繁重的书本压得腰酸被痛的小学生 有什么区别 背包重量一看就不小 直坠坠地往下拉 等到一切都完成 王一博再一步一步地穿好衣服 背好背包消失在了所有人的目光之下 说实话 喜欢一个人总会将自己带入一个身份之中 是恋人 还是亲人 基本大盘就是这两种 王一博在内娱多年 说他没有女友粉是不可能的 但数量着实是少 粉丝们会因为王一博在舞台上绝妙地表现短暂地消想一下他 但在冲动过后 大家看王一博基本都能回到普通关怀之中 毕竟对着25岁的王一博 一群以为人妻 为人母的姐姐们也着实是不好意思有什么新的想法 所以当看到日常生活中的王一博时 他们会用亲人的眼光去看他 是母亲 是姐姐妹妹 是哥哥弟弟 对着王一博 更有一种亲人之间的感觉 会每天关心他的行程 会操心他有没有注意身体 还会不会咳嗽 晚上睡觉有没有开电视 天气变化有没有天衣保暖 看到王一博自己背着背包还像去上学 还不好好穿衣服 娜娜能不操心吗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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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